圓形矩形 如果我覺得圓形矩 這個都可以做按摩的 這個我感覺不是那麼漂亮 你可以看一下快取圖案對不對 快取圖案裡面的基本圖案 任何一個都可以做按摩 看你喜歡 比如說我比較常用的是圓角矩形 滾下去之後的話 在這個地方 拉一個光光做有沒有 然後呢 要怎麼把它變漂亮呢 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那樣填顏色對不對 隨便你喜歡什麼樣的顏色 然後呢 線條什麼線條呢 你這個地方也可以自己選一個線條 這樣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我要讓它的上面加入文字的話 按右鍵 這邊也叫新增文字 那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字中 這邊的話 比如說我就 suri OK好了 我再按叫確定 就是 假設我有這個地方的話 確定 那上面的文字顏色 那你也先去更改它 在這個地方 假設我這個地方 把它換個 淺欄 好 最後要怎麼樣點下去 它會被執行 剛剛的這個MARCO2呢 所以就要選它邊邊的地方 油光不要放裡面喔 放裡面沒辦法指定聚集 記得要點外面這個光光 再按右鍵 就一個指定聚集 你就指定到MARCO2 將來按下一個按鈕 就等同去執行這個MARCO2的這個動作 好了 以後的話油光放旁邊 再點它一下呢 確定 就完成 好 當然呢 我剛剛講過 最好這邊有個清除對不對 那你怎麼清除之下呢 很簡單嘛 再怎麼樣呢 再錄一個 聚集 錄次 聚集 聚集 三行 按確定 聚集的話接下來 第一個 選舉範圍 第二個怎麼樣呢 按抵折 完成了對不對 把它停止 那這個就會產生一個新的MARCO 那我再產生一個什麼 新的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話 你一樣可以拉一個這個範圍 顏色的話 換別的顏色 這個每一個人 你看自己的喜好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那這邊的話 新增 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集中 這個就清除 這個部分的話 把它換個顏色 這裡剛剛換個綠色 換個對比 高一點的顏色 好 清楚 背後的話記得 框框的地方按右鍵 指定聚集 馬口3 按確定 完成任務 確定 清除 確定 清除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 你知道 兩個這個 兩個按鈕 你可以達到一個自動化的目的 那順便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喔 清除裡面的程式呢 寫的也非常的有 非常的簡 應該是蠻簡單的喔 就這兩 其實這兩行我蠻建議你們 如果可以把它稍微記一下 為什麼念語說我蠻吃下去的就是這樣 第一個 Range 哪一個Range 您就記得哪一個範圍 對不對